可以從他不怕離開後的地址 去看說他們未來有沒有這種狀況的空間 還是有鳥獸散的空間 在導人人員的解說下 一群東海大學學生來到台中市東區的建國市場 以雙腳步行的方式 要來深入認識這個曾經陪伴台灣走過輝煌年代 並且是全台最大的領售市場 市場不但只是一個販售的地方 它還是市場裡面的攤販 它可能是另類的家的感覺 所以它跟一般的黃昏市場 它跟一般的這個大家看到的商場 它有更不一樣的情感跟社群網絡 這是第一個用空間面來看 第二個歷史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從60年代到90年代之間 這些地方因為這個地方過去是中區 也是交通要道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交通要道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這邊不單只是零售 更是批發 也是很多台中許多店家會來到這邊 去購買的場所 這個市場裡面它象徵過去台灣的一個黃金的年代 這個黃金年代裡面其實 現在學生其實大部分自己覺得是自己失落一代 比較沒有辦法想像過去其實我們曾經有那麼好的機會 過那麼有信心的那個年代 台中市東區的建國市場新建於1972年至今40多年 因為緊鄰火車站零售攤販多達2000多家曾經熱鬧一時 後來九二立地震被政府判定為圍牢 之後遇到鐵路高家化 2015年底就要面臨拆遷的命運 因此中區再生基地就和東海大學創意學院合作 辦了這麼一場走讀活動 希望探索市場的一些故事和文化脈絡 其實我很多衣服都是菜市場買的 不是因為它便宜 是因為我進去可以感受到那個人情味是 阿姨會非常熱情 就即便我跟她不認識 可是你就會看到那些婆婆阿姨啊 就直接塞衣服 就說欸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可是我穿實在是還好 我覺得你穿一定很漂亮 就是你去百貨公司 你去別的地方 你不會有這種購物經驗 就是我覺得這才是正常人跟人最直接 而且是最溫暖的相處方式 是要讓他瞭解到社會議題 然後要讓他瞭解到說 我們台中是很重要的市場 這件歷史事件是什麼 對那這才是我們這堂課最主要的精髓 建國市場的輝煌年代 這輩年輕人或許來不及參與 但透過課程設計 或許能對市場的未來規劃和走向 多點付出和關心 透過文資和影像 記錄下建國市場的過去和未來 記者裡講的鐘才不到 是 絕對 感谢观看